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歡迎收看今天的影家戰略 今天台股走勢相當的精彩 早盤一度衝高 那麼我剛來錄影的時候 大盤已經翻黑了 今天的震盪高達百點 而且今天的預估成交量 大概有1634億左右 早上漲100點 現在翻黑下跌19點 那麼這個走勢 用日K線上面來看 很糟糕啦 來從這一天開始起算 漲到了今天剛好是第21天 卻留下一個非常不漂亮 而且帶量的反垂線 那麼如果你覺得今天很恐怖 那我先給你一顆定心丸 這個叫做甩尾過彎 請綁好安全帶 因為我在前天的時候就告訴你 資金已經要開始轉向 這個方向是非常明確的 那麼今天很多人在盤中 我們LINE群組跟FB團隊 那麼問到這個族群 電競族群 那我在1月23號 如果你是我LINE群組的成員 你一定知道 我在9點55分左右 就告訴你我看到了紅機爆量之後往下殺 這個天量啊 這個天量當時還在盤中 那我只做了一個判斷 就是我要把電競概念股 6591動力啊 122塊錢 獲利了結 從這邊漲到的這邊 那麼31% 今天打回來是116塊錢 那當然 這個只是一個個股的範例 但是他卻代表資金的轉向 如果你今天看到了 這三天過去了 這三天過去了 那麼從禮拜二 禮拜三禮拜四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一件事情 如果你當時去追的叫紅機 那麼我相信你會非常失望 因為你沒有賺到錢 而且還套牢 但是如果你是買 8406的金可 他今天卻是創 波段新高 那什麼意思呢 我相信 由這兩檔股票的走勢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昨天測標要給你改 那我說 接下來你要小心弱勢的電子 接下來你要去布局 攻頂部隊再生計 所以我今天只是初步印證 當然震盪白點 大家比較擔心 但是就我的技術型態上面來看 今天的走勢啊 留下反垂線 他只是告訴你 你手上的股票 弱的記得先砍 但是已經領先創高的 記得善用你的價差 善用你的操作模式 你可以降低成本 而且可以賺一個大波段 所以後萬點時代 那個時候我們推出攻頂部隊 我相信很多人印象深刻 對不對 我說後萬點時代有那麼好做嗎 當然沒那麼好做嘛 不是嗎 來 當時我們布局的叫動力 93塊錢 罰人問津啊 當天犯黑 標到125大家認識他 打回來就說行情完了 那我說我把他接回來 對不對 我們有價差單 來 上去122塊錢 獲利了結 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了宏基 在資金轉向 同一個族群 當指標股 出現震盪 當然你學過天際界線 你就知道 該轉資金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當天同時告訴你 我們布局育委 華漢跨足 醫療產業 當然他是鴻海集團的 不是嗎 所以以後你看到玉尾 請教他鴻海集團 37塊一毛錢布局 昨天電高啊 今天盤中再創新高 來 什麼叫資金轉向 我舉這個例子就好 如果當時你跟著我布局的 叫動力 電競產業 後面漲了31%上去 對不對 那你在這一天看到宏基震盪 你把動力賣掉 資金轉到玉尾 今天往上漲 是漲7% 31加7 各位算數應該一定很好 已經超過快四成的空間了 現股 所以我常常強調一件事情 我說或許一兩天 早上你看到這個盤 你不會覺得資金再轉向 好像又要創新高 對不對 但是這個殺回來你又害怕了 那我還是回到我一開始節目告訴你的 甩尾過彎啊 綁好安全帶 所以你藉由這個例子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為什麼我昨天特別告訴你 小心 今天是我第三天講了 小心資金再轉向 轉到哪裡去 我相信你看得很清楚 這個我不用再解釋 所以當你用股價來印證的時候 我只是提醒你 你需要我們的地方在哪裡 最關鍵的時刻 請你做對動作 我昨天正式告訴你 這一波我從元月3號 一路做多到元月23號 我說上不封頂 上不封頂 一直到昨天我提醒你 你要做多 請你買生技股 這是戰略微調 目標不變 都叫賺漲聽辦 所以這一波生技類股 當然今天大家都印證了嘛 過去我們再講 元月5號的時候 大破才能大利 對不對 從那天開始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 我們在佈局這一波的龍頭股 當然一財先漲嘛 不是嗎 這一波你看到邦特 99塊半 99塊半之後 後面你看不到九字頭的邦特 因為進到百元俱樂部 對不對 我們布局的金可220塊錢 當時罰人問金啊 不是嗎 利多出境 結果我昨天還特別提醒你 我說這個叫三角收斂 一旦突破 小心 會等幅坐對稱 這個頂 會來攻 結果呢 今天早上一開缺口出來 哇不得了啊 8406來 金可 很多人講說哇這麼厲害 對不對 可是尾盤殺下來該怎麼看 回到我剛剛跟你講的 我說你要善用價差 當你有低成本優勢的時候 股票再衝 你有價差你先賺 所以我在今天盤中的時候 當然這是我們會員專屬的權益嘛 有價差我一定帶你賺對不對 8406的金可多單在244塊錢附近 獲利出一半 另外一半就是撥斷單 因為成本在220 你當你賺完價差 我講極短線啊 你賣244塊錢現在238塊錢 假設他明天來這裡 後天要創高 那你是不是可以買這裡對不對 這次我常常強調一個重點 我說過去我們在操作高價股的時候 我去年在放空啊 我去年在放空 我們空預金光 我們空GIS 我們空穩帽 我們空創意 今天我把多單金可做價差 簡單的來講 當你進到高價俱樂部 你就是為了這個東西而已 多空 根本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要來賺價差對不對 所以這一波你要特別提醒你自己 尤其是最近很多人在操作的時候 尤其是今天啊 我相信很多人會覺得指數震盪這麼大 那到底我接下來該怎麼做 那我昨天特別提醒你 我說這一波的資金 就我所學的技術分析 我很明顯的看到一件事情 今天你驗證了嘛 為什麼金可今天創波段新高 宏基今天大跌 當然我沒有去空宏基啦 因為他是強勢股 但是資金已經在轉向 請你好好的把握 我昨天預告了大概三天 三天的時間讓你去做準備 今天只是第一天 今天只是第一天 耳後還有兩天 如果你做對了 下一個波段行情 下一檔動力在你手上 如果你做錯了 即使後面台股再創新高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好的把握這三天的資金轉換行情 跟著我們的宮頂部隊 好好的利用這一波震盪的時候 甩尾過彎 資金轉向 布局未來的新主流 祝各位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